原创《真下环球时报》今天人类还有12年的时间避免气候灾难 他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报告称 若全球气候变暖以目前的速度持续下去 预计全球气温最早在2030年就将以工业化之前的水平升高1.5摄氏度 宁国广播公司BBC将这解读为号召人类避免全球气候灾难的最好呼吁 2015年12月达成的巴黎协定层提出 要把全球较工业化前水平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 并努力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内 8月在韩国仁川发布的这份报告预测 全球气温在2030年至2052年间就会比工业化之前水平升高1.5摄氏度 此后哪怕温度仅在升高0.5摄氏度 都会显著加质旱灾、洪水、酷暑等灾害的概率 同时,珊瑚可能彻底灭绝,基地冰层可能把面积融化 此外还可能造成亿万人的贫困 英国未爆炸,这意味着人类当前还剩12年的时间 可以避免这些气候灾难 这本由来自40个国家的91名作者完成 应用超过6000本科研资料的报告指出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迟缓 照当前趋势发展 全球升温将不只是1.5摄氏度 而将灾难性地达到3摄氏度 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 报告呼吁全球必须推进迅速 广泛和前所未有的变革 科学家认为 这一目标虽然紧迫而艰巨 但完全可以实现 报告这 除在能源、土地、城市和产业 四大领域进行改革外 个人生活方式也必须发生变革 包括少吃肉食 尽量吃本地生产的应计食品 减少浪费 以及多开电话会议 少出差 等等 据悉 报告将提交日定于今年12月 在波兰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供各国政府审议巴黎协定时参考 来源环球时报 请uez到岁下